唐太宗李世民后宫家里无数,但是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一后十五妃,这些女人为他生下了十四子二十一女,所以他对这十六个女人甚是宠爱,但是在普遍受命不长的年代,李世民五十一岁时与世长辞,直到去世的时候都还放心不下李唐江山,认为儿子李志并非最好人选,实属无奈,李世民死后,尽往李志登基,视为唐高宗,面对老爹的十五位漂亮妃子,除了著名的武才人之外, 其他的全部按照一照办理了,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千古贤后,长孙皇后,长孙皇后 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志,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十三岁嫁给李世民,武德元年册封为秦王妃,李世民即位后,仅十三天便册封她为皇后,先后为李世民诞下三子四女,贞观十年六月,三十六岁的长孙皇后逝世,十一月葬于唐昭陵 十三年后,唐太宗死,和长孙皇后招领,正所谓抗礼之道,一妻同学,长孙皇后和唐太宗生同勤死同学,可谓是抗礼情深,唯贵妃,唯贵,出身经兆为世,贞观元年,册立为贵妃,位列四妃之首,唐太宗死后,被封为封济国太妃 随即王李慎出番,临德二年,公元665年,去世,陪葬昭陵,杨贵妃,杨氏,生族明慧皆不详,于贞观八年,生太宗第十三子赵王李福,后过继李建成为四,太宗死后,封赵国太妃,随子李福出番,死后陪葬昭陵,因非正义品的妃品,封号可能是德妃或淑妃,史书上记载很少,由于在贞观十七年,因非其低音红制,挑唆其王李又谋反, 失败后被杀,而因非受到其子牵连,被贬为贫,死后陪葬昭陵,为因品目,燕德妃,德妃厌世,明慧不详,唐太宗还是亲王时,便纳入府中 贞观元年封为贤妃,贞观十八年封为德妃,胜有梁子,岳王李珍和江王李肖,唐太宗死后,随岳王李珍出番,在贤横二年去世,陪葬昭陵,随商帝之女,杨妃除此之外,还有吴王李克和蜀王李英的生母杨妃, 传闻是随商帝之女,而在唐太宗死后不久,李克被卷入政治斗争,蒙冤至死,其弟也受牵连,而这位曾经的弟女,太宗的杨妃,史书上在吴宗记,朝王妃,其王李元吉的杨氏,玄武门之变后,纳入李世民的后宫,因玉帽雪夫,眉目如画,唐太宗对她宠爱有加 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玉立此女为后,因魏征劝谏才作罢,可见对其宠爱,杨氏为唐太宗生帝师四子曹王李明,贞观十六年,李世民追封李元吉为朝王,杨氏也被称为朝王妃,徐贤妃,徐慧,其父是随唐两朝大臣徐孝德,贞观后其入宫,处为才人,后生充荣。 深受唐太宗的喜欢,太宗死后,哀慕成吉,不肯服药,不久便去世,年仅二十四岁,除此之外,还有郑贤妃等妃嫔,还有众多昭容,介于才人等,史书不详,太宗死后,可能也是按照遗诏,度过余生,武才人,武则天,武则天,十四岁进宫,入宫十二年,并未得到唐太宗的青睐,到唐太宗死后,他也不过是一个低阶位分的才人而已,但是在李世民病重期间, 竟让太子李治拜扶在其十六群下,唐太宗死后,身为才人的武则天,和其他低阶的嫔妃们,进入感业寺出家为你。 后来经过各种运作,武则天从尼姑身份转而进入后宫当中,并且最后成为皇后,以及皇帝的存在,如果没有李治,他可能都要清灯皇眷,了却残生,世人皆知,李世民乃是千古一帝,雄才大略,开创了贞观盛世,却不知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 也有难以对付的对手,在他的统治之下,有一个家族令他如耿在侯,甚至连朝中重臣都对其恭敬有加,这个家族便是清和崔氏,说起清和崔氏,可谓是根深蒂固,知凡夜貌,他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显赫一世。 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屹立不倒,到了唐朝初年,这个豪门更是权势滔天,连宰相都要巴结讨好,李世民为何如此忌惮这个家族,清和崔氏又是如何积累了如此庞大的势力? 他们在朝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千年豪门的神秘面纱,探寻其兴衰荣辱的传奇故事。 清和崔氏的发迹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据传,崔氏先祖乃是齐国王室的后裔,自古便享有尊贵的身份, 在齐国时期,崔氏一族凭借其显赫的出身,世代担任要职,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 然而,崔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齐景宫时期,崔氏因卷入政治斗争失败,导致崔氏一族不得不逃离齐国,避难至鲁国, 这次变故对崔氏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恰恰展现了这个家族非凡的任性和适应能力。 在鲁国,崔氏并未就此沉沦,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和政治智慧,崔氏很快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甚至攀升至鲁国清大夫的高位。 这一时期,崔氏不仅恢复了家族声望,更积累了丰厚的经济实力,为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时代变迁。 崔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到了未进南北朝时期,清和崔氏迎来了家族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在这个群雄并起的乱世,崔氏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深厚的底蕴,成为了北方氏族中的翘楚。 未进时期,崔氏、崔麟兄弟的崛起,标志着清和崔氏,正是击身名门望族之列,崔氏文武双全,不仅精通精血,更有治国之才。 他先后被袁绍和曹操重用,在曹魏初期更是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力量,而崔麟则以其简朴之能的品格,历经四朝,为崔氏在乱世中稳步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然而,清和崔氏真正达到顶峰,还是在北魏前期崔洪和崔浩父子的崛起,将崔氏推向了权力的巅峰,崔洪深得拓跋归的信任,直接参与北魏的建国大业,而崔浩更是全清朝野,历经三朝,在朝廷中举足轻重,崔浩的才能和贡献无可质疑。 然而他的骄傲自满,也为崔氏埋下了隐患,他与鲜卑贵族的矛盾日益加深,甚至不避讳地揭露拓跋族的一些不光彩往事,这种行为最终引发了太武帝的不满,导致崔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打击使得清和崔氏一度陷入低谷,但这个根基深厚的家族并未就此消亡,到了北魏后期,崔光和崔亮的崛起,再次确立了崔氏在北方氏族中的领袖地位, 他们不仅恢复了家族的声望,更为崔氏在隋唐之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和崔氏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起伏的传奇,从齐国到鲁国,从魏晋到北魏,崔氏在每一个时代都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智慧。 他们的兴衰荣辱,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更是中国古代世家大族发展的缩影,正是这种历经沧桑而不倒的任性,使得清和崔氏在唐初依然能够保持其显赫地位,甚至让李世民这样的雄主也不得不重视,清和崔氏能够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 不仅仅依靠其显赫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家族文化和严格的传承制度,这种文化传承不仅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崔氏子弟,也为整个家族的长盛不衰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在清和崔氏的家族教育制度中,家学占据了核心地位,崔氏家族深知,要维持家族的兴盛,必须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后代,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家庭教育体系。 从幼年开始,崔氏子弟就接受严格的经典教育,以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为基础,培养其道德品格和文化素养,除了传统经典。 崔氏还特别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们鼓励子弟学习天文、地理、算术等实用学科,以培养其治国理政的能力。 这种全面的教育方式使得崔氏子弟不仅学识渊博,还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他们日后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崔氏家族还设立了专门的家属,聘请当时名师为子弟授课,这些名师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做人做事的道理。 例如,北魏时期的崔浩就曾在家属中聆听过当时著名的学者高允的教诲,这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家族教育之外,崔氏还非常注重家训的传承,崔氏家训凝聚了历代先祖的智慧,是家族繁荣的重要保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崔氏四训,一约中,二约孝,三约勤,四约简,这四条家训简明恶药,却包含了为官做人的核心要义,中字当头,要求崔氏子弟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忠于国家,忠于职守。 孝则强调家族伦理,要求子弟尊敬长辈,维系家族和睦,情和,简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要求崔氏子弟勤奋工作,节俭生活,不可交涉引逸。 这些家训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更是崔氏子弟日常生活的准则,每逢重要节日或家族聚会,族中长辈都会重申这些家训,确保其代代相传,正是这种严格的家训传承,使得崔氏在历经数百年后仍能保持其优良的家风。 在文化传承方面,崔氏家族还特别重视学术研究和文化创新,他们不仅鼓励子弟钻研经典,还支持他们进行学术创新,例如,魏晋时期的崔氏就撰写了《四民阅令》,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对后世农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崔氏家族还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和传播,他们与当时的文人雅士频繁往来,举办诗会、书画交流等活动,不仅提升了家族的文化品位,也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唐代的崔荣就是著名的诗人,他与李白、杜甫等人常有诗文往来,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和崔氏的家族文化与传承制度,不仅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崔氏精英,也为整个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严格的传承制度。 使得崔氏在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后,依然能够在唐初保持其显赫地位,甚至让身为帝王的李世民也不得不重视,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 崔氏这种依靠家族传承的培养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与世俱进,成为了崔氏家族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唐朝建立初期,清和崔氏凭借其身后的政治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站稳脚跟。 然而,随着李世民登基称帝,崔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复杂微妙。 李世民对清和崔氏的态度可谓是一波三折,初登大宝时,李世民深知崔氏在北方氏族中的影响力,为了稳定政局,采取了笼络拉拢的策略。 他任命崔氏子弟担任重要官职,如崔仁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崔一璇被为以兵部尚书之职。 这些任命既显示了李世民对崔氏才能的认可,也体现了他借助崔氏影响力来巩固统治的政治智慧。 然而,随着李世民逐步巩固皇权,他对崔氏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贞观三年,六百二十九年,李世民下令修订门法等级,将清和崔氏等五姓期望列为低等。 这一举措表面上是对崔氏地位的肯定,实则暗含削弱氏族影响力的用意,通过官方确认门法等级。 李世民实际上将氏族的社会地位纳入了国家管控之下,贞观十年,六百三十六年,李世民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直接打击崔氏的政治影响力。 他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科举制度,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氏族在选官制度中的影响力。 为寒门世子入世,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李世民还推行军田制,限制大地主兼并土地,这无疑动摇了崔氏等氏族的经济基础。 面对李世民的种种举措,崔氏的反应可谓谨慎有加,他们并未公开对抗朝廷政策,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和长远的应对策略。 一方面,崔氏积极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鼓励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新的方式维持家族在朝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暗中加强与其他世家大族的联系,试图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寻找平衡,尽管面临种种挑战。 崔氏家族成员在唐朝政坛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以崔宣素为例。 他在高宗时期官制中书令,参与了多项重大决策,崔荣则在武则天时期官制宰相在朝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些例子都显示了崔氏在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方面所展现出的非凡能力。 然而,崔氏在朝中的影响力也引发了其他官员的不满和猜忌。 有传言称,崔氏家族成员在朝中结党营私,形成了所谓的崔氏党。 这种说法虽然难以证实,但却反映了崔氏在朝中影响力之大。 以至于引起了其他官员的警惕,崔氏与其他世家大族的联姻与结盟更是加深了朝廷对他们的忌惮。 崔氏不仅与北方其他著名士族如柏林崔氏、范阳卢氏等保持密切联系,还通过联姻方式与皇室建立了姻亲关系。 例如,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其母亲就是出身清和崔氏,这种复杂的姻亲关系。 无疑增加了崔氏在朝中的影响力,也使得皇帝对他们的态度更加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崔氏在朝中的影响力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 崔氏的政治影响力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一些崔氏子弟虽然仍能通过科举入室,但已难以像先前那样左右朝政。 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唐朝政治格局的变迁,也体现了氏族影响力逐渐衰退的历史趋势。 总的来说,清和崔氏与唐朝政坛的关系可谓是一部复杂的历史,从初期的被拉拢笼落,到后来的被打压制衡,再到逐渐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崔氏始终在权力的漩涡中寻找平衡点,他们的经历不仅反映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折射出了整个唐代政治生态的变迁。 清和崔氏作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世家大族之一,与其他世家大族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合作与联盟,也有竞争与冲突。 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不仅影响了崔氏家族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态,在众多与清和崔氏有关联的世家大族中,柏林崔氏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崔氏家族虽然同性,但实际上源自不同的祖先。 尽管如此,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却异常密切,这种密切关系的形成,源于两家共同的利益和地缘关系,清和和柏林两地相距不远,都位于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为两个家族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清和崔氏与柏林崔氏之间最著名的联姻发生在北魏时期。 清和崔氏的崔光与柏林崔氏的崔惠景联姻,不仅加强了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也为两家在政治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次联姻的影响深远,直至唐代,两个崔氏家族仍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除了柏林崔氏,清和崔氏,还与范阳卢氏,太原王氏等北方大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家族之间通过联姻,政治合作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例如,在北齐时期,清和崔氏的崔记书与范阳卢氏的卢遍都是朝中重臣,两人在政治上常常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北方氏族的利益。 然而,清和崔氏与其他世家大族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的,在政治利益冲突时,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例如,在北魏末年的政治动荡中,清和崔氏支持的尔朱荣与范阳卢氏支持的高欢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这场争斗最终以尔朱荣失败告终,也导致了清和崔氏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